喂 我看你这小的要是再不消瘦 老子就要拉一圈 走走走走这个废 老板 您再宽限我几天 等我把这币货卖了 一定消房租 就你那些垃圾能值几个钱 要是我明天还没看到钱 你给我滚蛋 喂 老板 我求求你再等我 我请提示 距离宿主重生至1999年 不到12小时 请您做好重生前的相应准备 还真的 1999年我18岁 怎么上大学呢 1999年 结束刚好答案 还有彩票 股票 新闻 兵兵兵兵兵 şehö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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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林婉啊 我给你一个班的 这是什么年约 明天就要高考了 1999年7月6日 宿主重生成功 出始任务 需要获得第一桶金 成哥 他就买一张能中奖 跟着我混亏不了 咱还是赶快回学校吧 听说高考分数放榜了 走 我一层 进入进入 我就知道 你考怎么样 哪里呀 哎 一饼怎么不是你碗呀 是啊 那习书还 谁啊原来不是我跟你的小事啊 我去苏辰 全校第一你考全校第一啊 你可不能忘了哥们啊 原来就是你哥的壮量 原来是我救命认识啊 那天谢谢你啊 那天要不是你教训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守之劳罢了 以后我得多向你请教学习呢 回家学习 嗯 你什么时候跟学大校花关系 认识 什么 怎么办 喂 什么事啊 我们是出现了五千万磕头脚 哎 请问 请问您就是中了磕头脚的兄弟儿吗 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啊您是什么心情啊 哪来的小片快快快快出去 你们要找的人 这不我 哎呦 这我永远不是人啊 不不您请坐 我不光让来领奖的 也是来谈条件的 我做了我一本事 行长啊 这个如果您把这五千万的奖金呢 存到我们银行 一心你放心啊 年化利率百分之二点八八 啊 我想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存钱的 我希望 您能带我去中间公司 开个户头 是这样啊 您现在不就年轻 存点这个死期啊 然后呢对您有好处 为了那点利率 至于吗 办好我喝了这点 保证你们吃香的何来的 好 这这苏先生 18 恭喜宿主完成第一桶金的任务 想要大展宏铺 雕一片落脚地才行 这栋楼位置装潢都不错 先把它盘下来再说 苏查啊 你叫我出来这是溜弯的 你诚哥怎么会让魏大串有溜弯呢 走 和我走走路 哦 哇 这也太滑滑了吧 宿主 还是你帮我哥们 你去啊 种彩票也帮我那哥们来消费消费 确实不错呀 这以后就是我们办公场地了啊 小学生吧 这里可不是你们做白日梦的地方 白日梦 我们来看办公场地的 办公场地 我看是学校作业布置少了是吧 快快快快快 哪凉快哪呆着去啊 就这两块哎 真是小骑孩啊 那你们说说 你们凭什么买 这个 什么 世尊金卡 这张卡整个将手不超过十张 啊 这个先生啊 刚才是我没人出你来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下没怪就好 来我见你们老板 这位行 老板 王总 王总 我说你又没有点脑子 怎么什么样的货色都往我这带 不是王总 他们指明要见你 我可不是什么人都见 他们有 有什么 他们有至尊精品 我就是这家写字楼的经理 那个刚刚新来的姑娘可能不太懂事 给您道歉 那您有什么吩咐您请管提 这你能管是吗 呃可以可以 我看了这栋楼了 过架吧 呃您看上哪一间了 我这就带您去看看 请问 一栋楼 一栋楼 你当这才是常买菜呢 是啊是啊 这一层两层倒还好说 您这一张口 就整整一栋楼 对一整栋 开个价吧 一口价 八百万 什么 八百万 就你这破地方 真当我们小孩啊 还可以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商量 六百万 可以的话签合同 现金立马到这 成交 那么苏先生 我做愉快 我做愉快 呃不怕麻烦的话 我送你们回去吧 我去 限量版老斯莱斯 全球可就一百胎 确实不错 包总 你的座驾 我也要了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有涉足股市的魄力啊 开户的是 张鹏行长已经办法了 这十只股 都做经销细选 希望 按照预售价 这十只股票 都是不被看好的企业 苏先生出入股票市场 还是买几只筋骨 稳住正脚才是 你都好以我心领呢 不过我心意也觉得 而且 我要去给他们 呃 那 苏先生女们用多少资金买入呢 四千 四千万 二十多年 还没见过如此大的手笔 对 四千万 真的 好好好 行行行 我 我马上办理 他一定是疯了 昨天那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股票都快跌停了 我虽然赚到了佣金 可交易所的名声 要被这小子搞臭了呀 怎么可能 哎 体经理 苏先生 有四只股票 竟然全部飙升起来了 这 太不可思议了 才四只 四只股票的概率 已经是千分之一了 等等 第五只第六只第七只 所有股票全在涨 这也太诡异了 你死定了大盘 我要在最高点掏钱 律总 这段时间 麻烦你 不麻烦不麻烦 能为您这样大伙效劳啊 荣幸 这十只股加起来 一共算断 三千万 不 三米 三米 我知道了 对了 齐总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您尽管吩咐 在我心中啊 您就是股神 我最近在筹划新公司 齐总 你也不想一辈子 待在这小好的 订阅交易所 就在银山吧 您的意思是 那我该零的 对了 公司的营业执照 许可证 您的信比赛来 京城科技公司 哎 这名字不错啊 哎 不说 咱们公司已经有了 但是具体做点什么 总不能悬着一栋房子 空脸面吧 对同学啊 你都别瞎操心了 苏总啊 您想好未来公司的发展方向了 什么 投资公司 你是说 也要创办一家投资公司 对 而且是风投公司 我懂啊 苏总的意思 是以星辰科技公司为跳板 收购有潜力的公司 为以后发展做基石 先定一个小目标 打公司 想不到有朝一日 咱也坐着豪车去上学呀 再过一天 我让你坐私人飞机上学 别碗 你没事吧 好 谢谢我送你去医院 来慢点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成就 进入大学获得奖励 第二代通讯技术 第二代通讯技术 另外 谢谢你苏晨 就是带我去医院 就是带我来学校报道 要是没有你 一定知道该做的 我胖子晕倒 不是也是你扶的我 咱俩算扯平了 你说 我跟你还为胖子 都考到了浩清大学 算是吧 还有个书师 方的啊 家运门什么呢 别提了 刚刚在网吧上网 这妹子聊的正欢呢 武器崩溃了 啥都没了 你用的什么聊天软件 唐星翁类啊 像我们这种集团机专业的 这种实行的东西 我们第一手要运用的 可惜了 天涯何处无荒草 大破铁蝎无密处啊 1999年 唐星翁类濒临破产 差点被300万输购 说的不会是现在吧 你现在别闭着 我说打电话 有何吩咐 鞋总 你马上收拾行李 从滨江出发 我们来身体健身 老习崩溃 毕业之间 从江来的用户 只剩2万啊 唐总楼下有两个人点名要见你 没看见我这烦着呢嘛 不见了 唐总这 哎哎 报警 快报警快报警 误会 都是误会 唐总 我们是来找李银看合作的 可是目前同学恩来的状况 才什么合作 我有办法拯救您和您的公司 可是现在目前同学恩来的状况 真是什么事都救不了 唐总 所以你们有钱 公司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我就是看中了你们的潜力 才来找你谈合作的 那 那你们 想要怎么合作 我想入 事实上我是家风投公司 可是就现在这样的状况 只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潜力 你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个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用 嘿嘿嘿 他走不要着急吧 我们先打蛋收购的事情 唐总 考虑要怎么样了 贵公司 愿意资助我 我真是荣幸之志 但是我还是有些顾虑的 您说 这家公司 是我一手创办 我实在有点捨不得 唐总您多虑了 我们公司呢 只是账顾 实际掌握权 还在您自己手里 真的吗 白纸黑字 君子一言 好 我欠 呃 现在 您会给我透露一下 成就我公司的办法 并进的人 怎么样 唐总 效益如何 苏先生 您真是太神了呀 这附近的人 功能上线后 近一天时间 用户量就增加到了20万 哪里啊 作为唐轩的股东 我也有责任 关心公司的发展吧 只是 这用户量增加了 公司依旧亏足 毕竟唐轩案外 是免费软件 没有这种变现的方式 这样 这个问题 我也有想过 不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 可以 给附近的人 新增付费功能 普通用户 限制达成次数 开通会员 才能无限畅游 你说的这个方法好啊 哎 20万 你们就想搁酒菜 搁 搁酒菜是什么意思 唐轩用来 日复的发展 是你们想不到的 苏总教训的事 是我格局小了 何不趁现在 在唐轩用类的 只要搜索引擎 这样未来 就不会有迁度 让截图仙灯 打败谷歌也是指日可待的 我还有个键 您说 在聊天界面 加入搜索引擎 您是说 说你 对 如果我们把搜索引擎 加到聊天里面 是不是会更好 这 怎么没有那样的技术 有没有办法 服务司排行榜 我来了 哦 苏晨 你这招呼都不打一声 这走两个周啊 上课都是我替你喊到的 请哥们吃顿饭 不过分吗 行了行了 今天要我人来 随便在 啊 哎唐总 苏先生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唐讯 online的用户 突破了一百万 您就是我的上帝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报答你 你慢点吃 有人笑话 那哪听啊 这家餐厅的面包又不要钱是吧 胃胖的再便宜 总不了钱 我看 服务员 带了两个面包 就是看过万一种爱战 可以的 你说谁在可以的 谁吃的胖说谁了 你啊我跟你讲 嗯 又一样一样吧 我们好像没有惹到你了 是没有惹到 只是如此优雅的环境之下 二位吃相一起乱看 实在是有失忆 你这么说 我们在这吃饭是不合十一了 怎么 你以为这张卡就只有只有 服务员 这桌的账 我结了 刚才那小姐让咱吃饼 你咋不拦着点啊 你知足吧 人家每月请咱吃饭 你还跟人拌嘴 啊对啊胖子啊 你下午帮我帮个家 啊 搬家 老后住宿不住干嘛搬家啊 我在学校附近买一套房子 一个人住清静点 如果搞事业也方便 到底是发了财了哈 随便能在京城能买套房 搬家可以 请我吃的饭还是 哎呦 买房没买球 吃饭吃酒了哈哈哈 来吃咖啡 哎也是没想到啊 不得能混到这个样子啊 老伟 以后有我一口肉吃 有你一口汤喝 哎那不是白天的女的吗 不是挺高贵的吗 到头来 还不适合陪酒女 看他表情 好像遇到什么难事的 王总王总你别这样 要不是我你们家就没有今天 今天晚上要不从了我 我就撤销你们的合作关系 你和你爹就喝西北风去吧 王总 我撞什么清高 外海老子雅兴 我成全你 但是今天晚上你那本这瓶酒干了 我还能不能喝 哎呦这哪是冒出个奇瓜蛋子 奇葩跟女 算什么好 好好被工作 我喝 嗯 嗯 哎年纪轻轻 装什么英雄 不能喝就别喝 到头来还是添不完的麻烦 会胖的呢 你是说昨天跟你一块的人是吧 他帮我帮你嫁到这 就先回去了 你昨天 得 你可别想多 我对你这样的小厨男 一点兴趣都没有 小丫头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米还多 我叫苏晨 你呢 任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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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华是给老总认识飞的女 威华集团未来的副总裁 你说你叫任晚舟 如假包换了 你说你叫任晚舟 那你父亲是 怎么 你知道我父亲 华国 华国谁不知道认识 威华大名 未来20年 威华手机 占据了中国一半的市场 没有 只是有所了解 啊 对了任小姐 方便留个电话嘛 昨天晚上 给你提麻烦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们男人 就没一个好东西 你们男人 哈哈哈 想什么啊这么肉迷 还能想什么想你呗 哼 好变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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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这么大第一次来海边呢 我也是不过跟想的 还一样 不一样 我没想到 会有人陪我来看看 笑死了 另外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做我女朋友吧 其实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难道那学长找你了 不是 我是想说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本来打算 今天和你告白的 这么说你答应了 嗯 苏晨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呀 前天晚上 你替那女的挡酒 我把你送她家了 你俩就没发生点什么事 那能发生什么事了 喂 喂 那小姐 别来无恙啊 说吧 什么事 您父亲的威华公司 最近遇到平静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 关于基站研发 我有解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有些话还是当面会比较好 即在南方遇到平静 为花手机的前途 可以都忘了 谁 爸 可以介绍个人 公司现在举步危险 你怎么还顾得上儿女情长呢 爸你想什么呢 我把他带过来是因为对公司有帮助 你好任总 我叫苏晨 客套话都不必了 你能对公司有什么帮助 我听说贵公司在通讯基建研发上出现难题 你这丫头 什么都跟别人说 你误会了任总 我自有获取信息的渠道 我想说的是通讯基建研究 我有更好的方案 这么多技术人员的搞不定的事 一个毛头小子 你有什么办法 我要怕火星基站 直接做第二代公司机站 哈哈 你怕不是脑子烧坏了吧 让我试试您再效应 哦 那你说说看 你要怎么实现 怎么实现任总您不必担心 但如果我把二级基站变造完 您必须当应该结束 你要能完成二级基站 我把公司给你的钱 那都不 但是我想购入贵公司 你要能实现二级基站 我再给你加 我还有个网络联权软件 我想购入贵公司的合作 你实现二级基站 你要是 能够大事 有一定 你刚才跟我父亲说的 都是认真的 签证万学 好 那我相信你 目前能拯救威华的 就只有你了 认真的 路晨 我真的是看错人了 我真的是看错人了 真的是干嘛 他不快去追啊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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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会了 他只是我生意伙伴 放开我 他都跟你牵手了 瞎宝宝 那只是生意伙伴之间的握手 我要是骗你 我就天大五雷轰 才不要你天大五雷轰 只要你不骗我就好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说你十天过去了 你的两季网络啊 开发的怎么样了 我已经在贵公司楼上 铺设了小鸡基站 陈总 您试试 最后一个人 什么呀 应该呀 我心里再屠个人 算了吧 年轻人 你这鬼把戏 怎么回事 你脸不上网 奇怪 怎么脸不上网啊 行了年轻人 我早就知道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行了 年轻人 我该送客了 我 把最关键一话给忘了 最关键一环 信号啊 笔记本店长不能直接发送信号 手机可以通过 信号软发送信号 而电脑现在不能实现 那你的意思 装入类似于手机 SIM卡类似的装置 不就完美实现了吗 怎么着 没有网线 也能上网 对啊 只要装入那颗卡 笔记本店长随时随地动入上网 手机也是一样 无线上网 好 苏先生 我马上 安排 喂 苏先生 你这个时间来的电话 是 我有一个计划 让唐信用轮用户 一个月内突破一亿 苏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马上收拾东西来京城 我们在这碰面 哎 行 行 我现在就动身了 大家了解一下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 是想把唐区安类 移植到手机上 那个电脑上的软件 也能移植到手机上 嗯 那个 可以的 一旦移植到手机上 唐区安类的用户 是真的非常有机会破译的 陈先生 这样 我让小女呢 来接手这个笑 任小姐精明能干 她来接手 再合适不 苏晨 少年故事 我就让你把端军起的钱 地图都偷出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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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少爷 别来我药 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这还不明显吗 苏少爷 兄弟我呢 最近手头有点紧 所以把你请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想跟你借点钱吗 我没钱 你没钱 苏少爷呀 这么些年来 你做过什么事 我可比你妈都清楚 我告诉你 今儿个你要把钱拿来 要不 你就死在这啊 钱 我可以给你 嗯 但你得让我打个电话呀 你不让我打电话 我怎么让人抽签的 电话号码 喂胖子 喂 你去哪了 我被网架了 你给齐天打电话 拿筹一千万 记住 不要 抱歉 你 啊 妈 小子 抱歉啊 你小子给我玩文字游戏呢 当我傻是吗 啊 时间就要到了 如果钱再不到位的话 我就要了你够命 他们应该马上到了 妈 你没事吧 这个 你什么钱呢啊 哎 啊 大哥大哥他们跑了 哥们刚刚可救你一命啊 晚上哥们怎么办 今晚全场消费由我苏公子买单 能玩了 哇 哎 我怎么觉得我可以成司机了呀 能趁着回家你就兔子乐吧 你俩以后准备怎么打算 这喝玩乐北能咋办 另外你呢 嗯 我还没想好呢 另外 我想带你见一下我父母 我这么早就谈婚论嫁了 这个怎么办 公司猜员 他俩都下岗了 孩子好不容易考上 咱就关不上 啊啊 我回来了 你儿子回来啦 这位是阿姨你好我叫凌婉 你儿媳妇 你儿媳妇 来来来快里边坐 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呢 坐坐坐 我来帮你摘菜吧 哎呀不用不用 你快去客厅休息会去 小陈 快带小婉去玩会去 好好好 你和我这个亲儿子还赶紧 张震宗 下岗费今天不打到卡里 我他妈就跟你没完 下岗 小陈 有些话 如今不得不对你说 怎么了妈 今年场子的效益不好 我和你爸爸都下岗了 厂子里的工资发不出来 我和你爸爸 我怕辜负起你上大鞋了 没事妈 你儿子有的是钱 什么 彩骗了 是啊苏承 也没听你提过 啊妈真没骗你们 我真的中彩票了 中了多少 人人五千万 天呐 五千万 这次咱家 起死回生了 儿子 你没有开玩笑吧 那我真没骗你 中奖的钱都在这卡里 哈哈哈哈 这回咱家 飞黄成达了 哈哈哈哈 刚才你真的不是骗你父母吗 小哥 我以为是叔叔阿姨给你的 谢谢你啊令文 表明年了 其实 我有种帮贷款的感觉 我年轻单做个工作 不过 鞋店 鞋店 出什么事了苏总 您陪我去天台一看饼质 那你这不表情吗 鞋店 这怎么回事啊 周年如苏总回公司解约 苏总 这都是您不在的时候 我自助主张招聘员工 啊 原来这样啊 公司交给你 我放心 呃之前您在前天证券的时候 我记下了您的生日 这次自助主张策划了这次职场阅兵 还请你不要紧快 我怎么会怪罪呢 公司这一壮大 我开心才是 哎呀 他就是苏总啊 百闻不如一见呢 是啊是啊 我本来以为是个长辈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就是 哎呀真是厉害的 汇报一下吧 公司近半年都做了什么 呃按照您的吩咐 公司近半年 收购了八家互联网公司 五家房地产公司 呃目前公司的市值 已经达到十个亿 那 起不得上市了 今天是公司重要的日子 上市的手续准备怎么样了 苏总 您放心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苏先生 我是江州天台的记者 公司今天上市 您信息如何 您好苏先生 我是南方日报记者 请问你是不是 传授的少年虎神呢 苏先生您好 我是志华新闻的记者 苏先生 你都说志华 朋友朋友 我都忘了还有这一期 这下 你真有出名 哎 这不是熊晨吗 恭喜宿主完成十一天赋就 获得奖励 业精一品试评技术 温小姐 二级基站铺设完毕 世界的电信业就要被你我掌控了 好啊 我马上联系唐总 让他尽快实施唐讯翁卫计划 苏晨 为了答谢你 我想 请你吃顿饭 你不是到京城吗 拜您所赐 我提了架四人飞机 哟 认小姐人钱显贵啊 那苏某 在滨江恭候您大家 你少瓶嘴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哎 谢谢你啊苏晨 要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替我爸分用 您太客气了 各取所需嘛 上次那位 你女朋友 对啊 你女朋友 我以为 你就只是娃娃而已 苏晨 其实 我喜欢你 雷小姐请您自重 哎 雷小姐 我以为没有女朋友 到底哪里比 追我的人 这一直排到法国 嗯 您喝多了回去吧 苏晨 你在哪 我想见你 你 谁欺负你了 哪有 除了你谁在欺负我 那你住酒店干嘛 今天是除夕 我一下 欢迎副总来上市公司视察 行了 挺搞笑话里胡说的 呃 这位是 我是 这位 是公司未来老板 欢迎唐学龙类 一支手机计划 来到境外推荐的 副总您放心 向你完整大办 预计券接之后 就能正式上线 哦 对了 明天再麻烦你去到京城 京城 这些是所谓何事啊 熊卫华公司 把这个 谁认责 拿这些资料 申请专利 专利 什么专利啊 叶经显然凭地图 有了他 我们就可以发账 华国手机市场 就这么个小东西 能推下手机市场 你把这个给他 他看一下 不知道怎么做了 啊 司长 如您所证 能必安卖安装的手机上号 用户量机子吗 那搜索引擎呢 啊 那个搜索引擎也成功 安装到了网页版 整个的这个数据啊 用户量已经突破了一个亿了 微报一下吧 能讯现在市值多少 截止昨日 航性科技的市值 已经达到了十个亿 哎 还十亿 美金 美金 换算下来 整整八十二亿人民币 之前收购的各种公司 星辰星科技的总市值 达到了整整一百亿 苏晨 终于要登上福布斯了 保持这个通电 我要登上世界 一个刚成立的科技公司 竟然敢与我瓜分 所索引擎的市场 下楼请吩咐 十天之内 我要知道唐讯科技的老板是谁 这次 我要亲手把自己 哎 啊 提醒了也这次下来 不会只是为了看我这把老骨头吧 不愧是任总 啊 受苏总之托 我的使命 也算完成了 苏总在电话里跟我讲明啊 我们有了这个项目 我以后终于不用在魏威华的前途 华仇了 既然使命也完成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不想 你这次冲冲来我还没有划刀 好难 不如 这次在京城 多休闲几日 我也好尽敬地主制衣 感谢任总的邀请 但是今年啊 我还没陪伏我 好好过个年了 也该回去进校了 啊 既然其中你这么坚持 我就不多做挽留了 到此来 那就慢走 你要干什么 齐先生 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 我 我们微华手机销量突破了一千万 哈哈 啊对了啊 叶晶显日评技术最近怎么样了 哎 那个还需要三个月吧 回去安排人工啊 尽快完成 尽快推进 微华手机啊 下一次就要走向世界了 星辰 你怎么来了 爸 我有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哦 男人走 我有事先走一步 好 好 苏晨 任小姐 那天晚上的事 我想请你忘掉 该我向你赔罪才是 那天晚上是我怠慢了你 对不起 那晚我那么唐突 你真的不介意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走 请你喝酒去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把一张卡拍的多少 谁让你的朋友吃香那么难看 这么说 还得感谢我那个朋友了 不然 我也不能跟微华公司合作上 单单是合作微华公司吗 还有 还有 认识你这个女强人 哟 这么好看的白菜 怎么被猪拱了 道歉 过去我可以让你爬着出去 年龄不大脾气都不小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底线 我今天还就挑战了 想到你还会功夫 那当然 不会两招怎么保护美女啊 得了啊少评 哎他呢 初董 咱们的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 停止运行了 行我马上过来 我去把私人飞机吊来 喂胖子 你带一趟电脑 没有去趟宣承 怎么回事 咱们的服务器被黑客攻击了 胖子 黑客技术是你的特大 能不能扭转局面就看你了 放心 交给我吧 奇怪 这黑客的IP地址居然在韩国 这 怎么样 还是不行 被特估计修改了服务区的数据 建立的防火侠 看来是遇到高人 那这个怎么办 落大的公司被黑客给击乎 你冷静点 你要相信老温 哼 想要破解我设的防火器 你还太嫩了 把时间都写这么好 高手 是高手 有办法破解吗 我需要一顿 如果进北停一面 那来准时都是不可不得了 哎 有办法了 扔蛋了 对方入侵我们的时候 留了一个后门 进一步操控唐信的欧雷下 但是那这个后门 是我们的突破 什么 我的波波桥被破了 这就完成了 这就完成了 这只是完成了 我还反入侵了对方的系统 查明了真凶 到底是什么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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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需要做的 至少两个月 这两个月 你就留在唐讯 啊 那我学不上了 独轻独重 你一个经顾问 应该心理心理 得 我又从事出顾问了 两个月 保证完成任务 夏总 2000年第一季度 谷歌浏览器的用户量 已经达到8亿人死 那唐讯呢 唐 唐讯的科技的用户量 仅有三亿 仅有三亿 他们的用户只有华国 而我们的是全世界 看来 我得亲自去趟华国了 唐老板 考虑一下吧 能被谷歌这样的公司砍上 是你一辈子的人 你休想 当兴公司 各位所创立的 我不会让他跟别人对 那为何 唐讯对他的子宫 是苏臣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谷歌说吧 我不在乎你背后是什么样的事 今天 如果我把这个谷歌你牵你 我保证三天之内 唐讯我 杨师傅 这武器的人就是你呀 是 又如何 给你骗 跟我斗 捏死你 你还要简单 啊 又难以动死 这 这 自量力啊 不自量力 住手 我看谁这么大的 敢在我的地盘上去 苏大股神 苏总 咱们别来无恙啊 别废话 拿着你的合同 钻出唐讯 我要说不呢 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哎 哎 哎 我要速度一起 要比唐讯走 严八了三年 军前 我把活动轻 都等着把人家抓到一破场子 哇 猜猜你没买佛青龙的盗帽安然吧 啊 唐讯的系统 从始至终都是自动 如果要对付工厂 孤臣奉陪到 你等着 我闹不赢你 我去永不踏入花锅伴 谷歌拥有全球这顶天的律师团队 如果真的要对付工厂的话 我们是没有任何参加 别忘了这里可是华国 我们拥有天时地利人和 别长贪人之气 灭自己微风 那这个人和指的又是什么呢 宁晚 宁晚 刚刚回国就这么着急见我 有这么想我吗 我吵你啊是有事情 什么事 谷歌浏览器把唐讯帮上法庭了 说我们瞟一下他们记住 虽然身正不怕影子歪 但是案件才绑啊 对方的律师函你收到了吗 啊 对方起诉的是上线时间 而不是软件的研发时间 而谷歌也只是去年上线 只要能证明 腾讯比谷歌的研发时间早 或者同步 我就把握搬到谷歌 看来 我就亲自去到韩国了 哎呀 哎呀 这发达国家就是不一样哈 你小子找从洋媒外 未来华国的发展 在世界可是手去一指的 哎对了他怎么潜入谷歌呀 应该就是总裁当中事 哎 看什么呢 我喝大碗 这也不是 我说严分国家上哪儿 你姓夏 那老秦军 放到这 完了 好了 还需要一分钟 快点就来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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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 工作公司 就算一只苍蝇 都必須讓他跑出去 怎么办咱们插池难逃了呀 你怎么管我 找到没有 夏总 还没有找到 我家正在静止里知道 金 没有 你就拿着脑袋来借我 夏总 那不是您的车 那还不赶紧追 没用的废话 夏总 我夫妻被删除了 你说谁 七十万 快请我没有过去啊 我面试了 在什么 快说呀 地方在咱们都 那一部尸子的包围 没有密钥 咱们都把尸子破了 完 全完了 有了这份资料 我哥再也掀不起锅来了 再来麻烦你 回家个班 起草一份速度赢了专利 另外 我想让你给骨骼积一份起诉书 有必要这么赶尽杀绝吗 商场如战场 如果不沾到竹根 就无法高占不勇 就无法高占不勇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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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我要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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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 我都忘了还有这个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华国首富 获得奖励 安卓系统 好啊 有了安博 再加上液晶显示 我要比其他品牌这种手机 年轻整整十年 喂另外 苏晨 你不要过来 他会杀了你的 你怎么了另外 果然是你 苏晨 实相的话 就来台湖大厦天台 半个小时见不到人 你女朋友的小命 就是我的了 喂 喂 放开他 有什么事转我来 你赶尽杀绝 就别怪无情无义 苏晨你别过来 你快走 我告诉你 欺负一个女孩子 算什么好看 放开他 放开他 我跟你走 谁不知道你苏晨 一高抢一身武艺 啊 放开他我还有活路吗 你把谷歌搞成这个样子 我就应该杀了你 为谷歌赔罪 你讲理 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 是谁 找黑客入侵了唐讯 又是谁 逼唐疼 签的合同 我告诉你 谷歌 能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你自己揪自权 谷歌不是我害的 是你 你才是罪魁祸首 我只不过是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挡箭牌罢了 谷歌破产 那是天意 何为天意 就是报应 是你一个人引起的报应 你这吧另外 嗯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我知道 你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可是 你的努力走错了方向 刚才吓坏了吧 还好有你在 还好有你在 就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一日回家好好住他们 讨厌 怎么跟小媳妇似的 对啊另外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还没有什么打算 跟你结婚了 我是说真的 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去律师事务所学习 毕竟现在还只是学生嘛 我还没有社会经验 来星辰 做法律顾问吧 嗯 来星辰 我给你配最好的律师团队 让你的梦想可以在这里施展 不用在其他事务所受人摆布了 可是 目前我们把液晶屏技术 应用到了威华生产的电脑上 反响很好 但 一直到手机上 还有一定的顾 什么顾问 没有相应的操作系统 还有技术用到手机上就显得太鸡肋了 如果说 我可以开发手机 那太好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的手机 可就是小型的电脑了 这张手机项目 我可以再转起你 哎老板你 你怎么给他们营业 哪里 这也是我分类的工作 奇怪 上次回来的 今天那么大乘旗鼓的迎接 这次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走吧进去吧 苏总 袁小姐 最近啊公司业务实在太忙了 招待福州还望苏总量解 听你这话意思 新城公司刀向的是你 哎呀 苏总 我哪敢呀 只要您啊 还在这一天 这公司就是您说了算 说说吧 最近公司业绩进展如何 目前的新城公司 共投资了56家科技公司 也就是说 我们有56家公司 别说在华国 在全世界 都是首屈一指 都有哪些公司 除了唐讯公司 和任小姐的威化公司 目前星辰还赞助了 彼勒迪汽车 农夫泉水等 石头统建的公司 哦 还有苏总推荐的阿里旺旺 美团 我只关心 公司现在市值多少 一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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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冲击费解采付了 呃 苏总这次回来 是有什么指示吗 不愧是机经理 你还记得 上次让你转教的夜经题目记住 呃 记得 当然记得 我准备做一个手机系统 让未来手机变成电脑 我此番前来 就是跟你对接这个项目 智能手机 一旦开发成功 不止我们 华国也能带世界抬起头来 终于成功了 真的吗 那这个系统他叫什么名字 就叫他安卓 就在刚才 苹果发布了第一代智能手机 怎么回事 苹果第一代智能手机 应该在二零一零年发布才对 难道 他们也有人穿越 如果这个时候 温华生产的智能手机发布 效果将会大大折磨 是啊 苹果的手机店 人山人海 咱们都买疯了 你说海人为了买苹果手机 割了自己的腰子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手机系统开发技术 应该只有我拥有才对 莫非 苹果的华国封公司在哪 昌汉 苹总 关于您的质疑 我真的无可奉告 此外 若是毫无理由的诽谤苹果公司 你就要为你的言行 下跪道歉 道歉 你以为自己多么光明磊落吗 跟我发现一个阴谋内 我不让你家备奉 百倍奉还 哟 你的主子刚走 就进来咬尾巴了 我的主子就你一个 三姓家 为了区区十亿美金 不惜反咬一口 如今钱已经到账 那不我回冰江 好好地对苏晨咬尾巴吧 啊我还要回冰江啊 那你回冰江你就乖乖惊化 如今苹果需要掌握 新陈公司的任何东西 记住 你的把柄在我手 一旦抖落出来 苏晨 他饶得了你吗 这次去昌海谈判 好像不太乐观了 是啊 目前我们确实抓不到苹果的把柄 或许苹果真的提前开发出了手机系统呢 绝对不可能 这个世界能开发手机系统的只有我 一定是他们调下了我的记忆 不会吧 服务器防火墙设置的那么严密 他们完全没理由能突破啊 万一 元凶不再比我 你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出了内鬼 等等 我要让他们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高中你最不愿意搭理我了 谁让你当初那么调皮导弹 逃课打架 谁会喜欢你这样的男孩子 我现在不也调皮导弹吗 讨厌 另外 下去 可是我们还没有毕业呢 毕业有什么所谓呢 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就好了呀 其实 是 我今天 也想说你自己 只不过不是求婚 这么说你答应了 哇 太好了我要结婚了 什么意思 我们要结婚了胖子 我们要结婚了 什么时候 这怎么这么轻爆啊 你到时候啊 过来给我们做话筒 啊 我连个伴郎都当不上 哈哈哈哈 巧少爷 威华智能手机的发布时间 延迟了 我还有你说 你个废物 能不能带来有点价值的消息 有 有 苏晨和他女朋友 想要结婚 又一年过去了 今年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公司的市值突破了1200亿 现在是服务师 威脸第二 哈哈哈哈 公司能有今天 大家的功不可 阿德 大家在死 星辰公司的成就 你手张起来 我决定 这四年的公共奖励 腾讯公司 我可以 没有您 就没有我今天 您才是星辰最大的工程 人总 嗯 尽量 虽然威华智能手机 还没有上市 但威华公司 已经制造了 华国通信业的奇迹 我作为公司大普通 决定拿出5%的5% 咱俩各一半 共同买 非常感谢副总 威华呢 不解释我的 更是 清楚了我的心智 我不相信 未来总有一天 全球的手机市场 终将 为我们输用 回胖子 来 在过去一年呢 你不仅协助公司 解决了很多技术 更是击溃了星辰最大的 我决定 给你星辰 百分 我也不够了吗 几天 你可是星辰第一位员工 别人的原本 过去啊 过去啊 你把公司打了的如此 蒸蒸日上 真是功 我决定 奖励齐天现金五亿 还有 让你负责新项目的研发 谢谢苏总 厚爱 我齐天 今后定位苏总 安全马后 你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 我决定 这个 就是苏晨给你的新项目 千真万确 这是苏总 亲手递给我的 一口一个苏组 没底里还这么香料 废物东西 你怎么就被识破了 乔少爷 你不能见死不见我乔少爷 看来 我只能亲自会也回他们 上次凤雾大会 你怎么没来啊 我爸不是来了吗 我们两个人分你一家的财产 有些不公平吧 哦 对了 上次让你调查事情 什么样子 我在国外上学的同学 现在在苹果公司就职 据他说 这个乔克的来历 那么多 这个乔克 之所以年纪轻轻 就当上分公司的总裁 和他爸爸 其大的开心 爸爸是 这正是我要说的 据可靠情报 他爸爸 就是苹果总裁乔布斯 而他呢 则是乔布斯 和华国女人的私生子 外婆的他那么狂 原来有三红宝剑的 是啊 他妈妈生下他之后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小却是母爱 造就了他乖张的性格 和不按常理处 苏承 时间也不早了 晚上一块吃饭吧 哎好久没回家了 晚上回家陪你父母啊 妈 天天回来了 天天回来了 快进来 明晚 我妈在干的时候啊 哎呀 你在这儿挨我事 你快去陪儿子 儿子儿媳妇玩会去 我就不会聊天子过来的 你让他自己多待会儿 你怎么来我家了 去世见不着你 还不能来你家提亲了 能求之不得呢 你看他俩多好啊 是啊 臭小 也和哪修了个福 搞得这么漂亮的鞋 哎咋的 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 哼 怎么样 我刚表现还不错吧 我妈都笑的合不拢嘴了 哈哈 这是 是 这应该是我妈给的 你拿着吧 怎么里面还有个硬币 万里挑一 我妈的意思 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 今天 今天我要了你的狗命 喂 七点 现在立刻来公司 喂 今天 苏总 你找我 上次封门会议给你的U盘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当然记得 我上次回去之后 发现得错了 这个呢 你把那个U盘给我 咱们新项目才能推荐 那 那个U盘 我 忘了 没事 你下次带我来就行 毕竟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那个U盘 你 我忘了家里了 没事 下次带我来就行 毕竟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苏总 为了拿到你的号码 我可是煞费苦心啊 少说废话 你到底怀的什么鬼胎 我是个男人 怎么能怀胎呢 我只想以公司的名义 跟你信 说吧 你有什么企图 企图 对于一个连智能手机 都造不出来的公司 我能有什么企图 我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手机 我只知道 那东西不是你的 苏总 别那么生气 是不是我的东西 问问你旁边那位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齐天 你真以为你可以满天过海吗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事到如今 我又干脆不装了 什么好处 我问你 乔和给了你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 十亿美金 齐天 我本以为你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没想到你也是个范范之位 你知道星辰公司 未来有多大前途吗 谁跟我画饼了 这些年 我为星辰公司鞠躬进去 到头来 拿的跟个技术总监一样多 苏禅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各走各的 我给你 我给你 事不了你 我没有让你回回公司的一次 我只是想说 你还记得我们创立公司的时候 初中了吗 够了 人情牌我听的够多的了 不过别忘了 在真金白银面前 人性 是最近不出考验的 现在 好戏才刚刚 咋办哪 没想到 今天是这样的人 核心技术被偷走 就算智能手机上市 也只会陷入被动 是啊 不不我们能做出 比苹果更好的系统 目前的系统已经超越时代了 上哪开发更好的系统啊 胖子 我现在需要你的团队 对目前系统 稍多改动 任小姐 你现在马上飞到德国 收购莱卡 收购莱卡 对 那可是全球最顶尖的相机公司 我知道 但如果把他们的基础 移植到规划手机上 现在就去 你是说 将可以接打电话的手机 也升级为 可以操作任何电子设备的万能钥匙 对 基础系统有了 我们只需要稍作改变 将手机植入红外设备 控制系统 未来的家电 汽车 还手表 都可以 这手机一旦面试 还大线什么苹果呀 你现在立马再陪你 与认读对接项目 不不不不 就可别接 得了 乔少爷 我这都来公司一个月了 那十亿美金 什么时候到账了 呦 急了 我看你现在 过得不也挺好的 早就说好的 十亿美金的报酬啊 秦经理 少安勿躁 我没说不给你 只是空口无凭 合同呢 合同 什么合同 我们当初根本就没签合同啊 没签合同 没签合同 怎么证明我欠你十亿 你 你 来人 找个安静的地儿 好好送习经理上路 怎么样 谈妥了吗 苏总一出手就是三十亿 莱卡的董事长听完 眼都直了 钱都是外在的 最重要的 还是你的功劳 有钱能是鬼推磨 这种百利无一害的收购 能谈不妥吗 走我们回公司说 镜头问题搞定了 接下来就等喂胖子了 那咱们得为这次发售 想一个广告词啊 我早就想好了 一部手机 一个时间 喂胖子 苏晨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哪一个 先听好消息 鸿蒙系统研发成功 预计再过十天 辉华的第一款智能手机 即将面试 啊 那坏消息呢 我已经坐上去 滨江的飞机了 今天晚上 一醉方休 行行行 等你回来 什么 威华的智能手机 发售了 嗯 嗯 对 就在今天上午九点 我还就不信了 这个苏晨 他能玩出什么话来 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道高于 魔高于这儿 喂 季晨 你真应该来看看 对话是这些时间变违满了人 威华一带被抢疯了 目前威华一带预售多少钱 截止到现在一共预售了八百万台 请我知道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苏总我实在没脸见你 但是我走投无路了苏总 乔克得知我生还人消息了 放下话说 国要见人死要见尸 苏总 求您救救我吧 让我回公司吧 苏总 你来找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想要你命呢 苏总 您就看在王人的情分上 您饶了我吧苏总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饶了你可以 不过 你得帮我办件事 谢谢苏总 苏总让我下油锅 我不炸透了绝不出来 我让你回到小哥身边 我不能回去啊苏总 乔克见到我 非杀了我不可 你拿这个回去献中 也许他可以饶你一命 你敢跟苏总 这里面是什么 我敢说 你敢知道吗 你竟然还敢回来送死 有骨气 今天我就成全 乔总饶命 我至少一回来 是有东西要给您 别装了 别装了 你要是怕死 你就乖乖的求救 真的 坐在我兜里啊 这是 这是我从苏总到来 这套过来的 没有平衡性的技术 真的 就是这个破系统 让苹果在世界的市场份额被抢了一半 现在您有了这个 还怕他苏晨吗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忠心的 给你一个亿 拿了钱 滚蛋 小兄 见字如面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气愤 身为苹果的花瓜负责人 却对此无能为力 这不怪你 因为我知道 你的理想 并不是当一个生意人 而是喜欢音乐 只不过受限于你的父亲 所以做出了被迫选择 我想说 虽然商场如战场 但是我还是愿意公平竞争 毕竟小企业做事 大企业做人 事情失败了可以再来 人钥匙走歪了 一切就完了 小兄 我写这种心的目的 也不是全项 我只是很欣赏 一个对公司 如此敬业的对手 我们小时候的命运大情相同 你是含着金汤钥匙长大的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小孩而已 所以我无比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而你却能肆意挥霍 这次的失败 对未来苹果根本不算什么 你们依旧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机生产商 我或许只是侥幸而已 我想在未来 我们不再作为对手相见 而是朋友 苹果和星辰都是能改变未来的企业 眼前的苟且算得了什么 创造有价值的东西 给全世界带来幸福 这不才是一个企业最应该做的吧 最后我想说在华国 我找到了你的母亲 她其实一直隐藏在沧海 关注着你的成长 这是她的照片以及住址 你 我输了 我真的输了 我真的输了 你 我真的输了 你 我真的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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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乔夫斯和华国女人的心 我 我 原来有像我老见的 是啊 他妹妹生下她之后 就生死了无影无踪 从小学是母爱 造就了她关上的性子 喂 另外 我想多用你的律师关系 帮我查个人 喂 谢谢你 苏晨 别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做你的对手 我学到了很多 原来开公司 并不能只在乎利益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苹果的天地远不在此 我要往更高的地方走了 未来再碰面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乐意 还有 我决定 永远退出 国市场 苏总 我想了很久 我还是想不到公司 你这些年赚的 加上乔科给你的 怎么又十多亿了吧 你有这些钱 不去潇洒 干嘛等人到下属啊 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 人的价值 根本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跟了您这些年 我明白了自己能在哪里发光发热 而幸存公司 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苏总 只要我能回到公司 让我干什么都行 那你 愿意从自己里面做起吗 苏总 拜您所赐啊 威华的资料 当初已经达到了三千元 而我们威华手机在全世界市场合法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目前 威华的资料 三千亿 那 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神仆 啊哈哈哈哈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往总生大事 爸 妈 这辈子 儿子终于出席了 见一面吗 我有话对你说 恭喜你啊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是啊 到现在 我还有种仿仅 那种似的感觉 思辰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晚舟 说实话我挺喜欢你的 但是你快要结婚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得对他妇怼 什么都别说了 我明白 我这次来 主要是跟你告别的 告别 我要去美国了 我爸在那边开了一个分公司 那也没必要去啊 是我自己的要求 再说了 只要你还在这 我就永远无法安心 那到时候 我送你了 既然得不到你 给我一个拥抱吧 福布斯世界富豪榜 于今日上午九点公布 华伙企业家苏晨 以1996亿美元位列第一 传闻苏晨是通过彩票赚的第一桶金 此后设立股票 互联网 苏晨 我说你太抠了吧 你都世界首富了 不得租个游艇来庆祝吗 还来着拖鸟 那不是白天的女的吗 不是挺高贵的吗 到头来 还不是个啤酒女 看她表情 好像遇到什么男事了 王总 撞什么情高 败坏老子雅兴 我成全你 但是今天晚上你再把这瓶酒干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 狗拿号都爱闲事 老子最烦你这样的人了 我来到这 只是想纪念一个人 二媳妇喝茶 说什么呢 还没过门呢 这不是板上电钉的事吗 我提前叫两声试验一下 竹晨说得对 还没过门呢乱叫什么 再说人家另外未必同意 就你话多 你怎么知道小婉不愿意呢 是吧二媳妇 是 是吧阿姨 怎么还叫阿姨呢 该改口叫妈了 刚才我妈 没让你觉得难堪吧 难堪什么 你妈那么接纳我 我还高兴呢 我口渴了 想喝牛奶 我去给你拿 我想喝的不是那个牛奶 哎呀 这还是在你家呢 被爸妈看见了多不好 反正 后天就要过门了 今天先动房 四总 无视现阴晴 有没关法 还是四总等我 呃关于公司 新一轮的投资计划 我要今天想法 走吧去我办公室说 我不同意 所以更改股价 这不坑害股民吗 无往今来 钱都是据手存多的 无伤不坚 这样可能利益最大化 你真是一点 在不坑害股民吗 为啥 为啥我这么懂 你得不到回报 为什么你家里的这种 从来啊 为什么你死边干点 什么都管 啊 走 哎 啊 你别说你这衣服一穿还真人模狗样的啊 你别说你这衣服一穿还真人模狗样的啊 新娘子到 einfach 苏晨 你怎么了苏晨 你怎么了 苏晨 你醒醒 您 说看你这小子再不叫房租 老子就叫垃圾车拖走你这个废物 喂说话 跟着说哑巴是吧 你等着老子现在就叫垃圾车 对梦做的 这我想醒来 有请提示距离宿主重生至1999年不到12小时 请您做好重生前的相应准备 重生倒计时 11时59分43秒 11时59分42秒 卧槽 来真的